我直播健保连线到一个吃播 他让我猜手里肯剩下的骨头是什么动物的 我大惊 那是死人的喉骨 你哪来的 吃播慌了 怎么可能 这是我点的外卖呀 我问他店铺的地址 他就说忘了 直到五分钟后 有人敲响我的房门 你好 你的外卖到了 可我明明没有点外卖 我叫慕容岳 是京大考古专业的学生 也是一个著名的直播网红 闲暇时候 我会在网上直播健保 赚点生活费 这天 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直播间 屏幕闪烁 镜头里出现一大碗火鸡面 比我脸盆还大的盘子 堆得满满当当 火鸡面上浇着浓浓的芝士 点了一长条脆皮五花肉 几块炸鸡 和一大堆浓油赤酱的红烧肉 一个戴着眼睛的年轻人 猛然从桌下蹦出来 哇 我连上了 慕容岳 我是你的粉丝啊 我叫猪哥 猪哥激动地朝我挥手 我礼貌地笑笑 两眼却盯着那堆吃的 疯狂咽口水 有毒啊 我肚子叫得比打雷还小 猪哥扫一眼弹幕 窃笑着伸手拿起一块炸鸡 慕容岳 你肚子饿不饿 就说一声 哥也不是外人 这就吃给你看 说完把炸鸡塞进嘴里 咔嚓咔嚓 酥脆的鸡皮在唇齿间碎裂 发出清晰的脆响声 仿佛有香味隔着屏幕飘过来 我的口水快压不住了 你好猪哥 请问你有什么东西需要鉴定吗 镜头对面 猪哥熟练地拍下 标价1800元的健保链接 又开始诉火纪念 吃溜 我没有啥要鉴定的 就为了蹭点人气 吃溜 自从我的直播间火了以后 经常会有小主播连线我 随便找个东西让我鉴定 主要目的还是蹭流量 这是忽惠忽利的事 猪哥说的直白 我也不反感 明白 不过我不能白收钱 依照规矩 你还是得拿个物价 什么字画 瓷器 手势都行 这样啊 猪哥眼珠子转了一圈 忽然拿起刚才啃完的 那块炸鸡骨头 那你给我鉴定一下 这是啥动物的骨头 弹幕 谢谢你这么认真的敷衍我们 猪哥 我只要一签 我猜是鸡骨头 够了 别搞那卷啊你们 猪哥 我免费 你把那骨头系干素 给我缩一口 干素扣大分 直播间一下就热闹起来 我无奈地摇摇头 正准备让猪哥换一样东西 视线扫到那块骨头上 却猛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我坐直身体 一脸严肃 你把骨头上的肉包干净 在桌子上放平了 给我看看 瞧瞧 莫王姐姐是有点职业精神在里头的 那一千八瞬间 就感觉没白花 猪哥笑着 捡起那块骨头 又啃了几口 把上头的肉都剃差不多了 还从旁边抽了两张湿巾 把骨头擦干净 这样行了不 骨头横放在桌面上 大约三四公分高 像一个半环状的凹字形 只不过四个脚上 都有凸起的骨刺 看清骨头的样子 我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这不是鸡骨头 猪哥夸张地捂住胸口 姐 你别吓唬我 我是不是碰到尖伤了 一次冲好 这是鸭骨 该不会是死老鼠吧 我铁青着脸 缓缓摇头 不是死老鼠 是猴软骨 猪哥松口气 不是死老鼠就好 猴软骨 啥意思啊 这商家那么花血本呢 给我整猴吃 屏幕前的观众也跟着笑起来 猴骨头 啥猴啊 不会是金丝猴吧 猪哥你怕是要进去 末月不是搞健保的吗 对动物也很懂啊 难道你吃过 就是我看这个主播就是装的 动物专家也没办法光凭 这么点骨头分辨出来吧 众人七嘴八舌开着玩笑 直到有一个ID叫来生不学一的 在屏幕上打出一连串感叹号 卧槽 不会是猴软骨吧 我深吸一口气 没错 就是猴骨里最大的那块 甲状软骨 我们学考古的 墓葬里除了那些陪葬品 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骨饰 因此大部分学生都会选修解剖学 通过尸体的骨骼 来判断死者的性别和大致年龄 人体骨骼里 最容易鉴定性别的 除了齿骨 颅骨 就是喉部的甲状软骨了 甲状软骨上面就是喉结 因此男性的甲状软骨前脚 明显向前突出 隐性的相比较就没那么明显 另外 男性的甲状软骨前脚的角度 近似直角 隐性则大部分成顿角 听我说完 诸葛怪叫一声 捂住嘴的作呕 慕容月 你的意思是 这是死人的喉咙 你别开玩笑了 但莫 对呀 主播胡说八道什么 谁会用死人的脖子 当炸鸡脉呀 这也太离谱了 就是变态吧 是不是炒作呀 你们两个 慕容月不会炒作 我是他老粉了 我给我当医生的姐夫打个电话 问问他那到底是不是喉骨 来生不学医 燕子 别打了 我也在看直播呀 我用我13年的医学经历发誓 那真的是假装软骨 但莫炒成一团 猪哥都快哭了 抱着一个垃圾桶 不停的干呕 我随便点的外卖 咋可能是死人骨头 慕容月 你骗我的吧 这可能涉及到一桩凶杀案 凶手不仅杀人 还把死人脖子 裹上面粉油炸 当炸鸡脉 性质不是一般的恶劣 我正色道 没跟你开玩笑 我可以马上报警 你赶紧看一下 是从哪里点的炸鸡 见我神情严肃 但墓里又有几个医生 跳出来作证 说那块骨头 就是假装软骨 绝不会搞错 猪哥顿时笑不出来了 他抱着垃圾桶 吐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然后哆哆嗦嗦 拿出另一部手机 开始翻外卖订单 脆皮五花肉 火鸡面 红烧肉 炸鸡 奇怪 我炸鸡订单呢 猪哥上下滑动手机屏幕 满脸的惊慌失措 难道我没点炸鸡 不对啊 我明明记得点了的 弹幕 是不是系统出bug 吞掉订单了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包装袋上不是有单子吗 猪哥快看看 我晚上也点了炸鸡 都快吐了 我们别是同一家吧 妈呀 猪哥吃了人肉 会不会得软病毒啊 就是那种 掏空大脑的丧失病毒吗 别说了我真的要吐了 猪哥 到底是哪家店 猪哥顾不得直播了 拖到旁边 把几个包装袋都翻了一遍 越翻脸色越白 身体直哆嗦 袋子上没打单子 我 我记不得是哪里点的外卖了 弹幕 怎么可能没单子 猪哥 这炸鸡 该不会你自己做的吧 天呐 我们是不是目睹了杀人案现场 猪哥是变态杀人犯 对呀 怪不得他要让慕容岳鉴定骨头 他这是在炫耀战机啊 好变态好恶心 去死吧杀人犯 报警 快点报警啊 无数人涌进直播间 弹幕乱成一团 看着疯狂跳动上涨的粉丝数 猪哥眼里是抑制不住的狂喜 有人知道猪哥的地址吗 咱是不是要先找王警定位 眼看越来越多的人要报警 猪哥终于忍不住 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哥几个别呀 哎呀 这不是猴晚骨啦 我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 猪哥把那块骨头拿在手里 轻轻磕了几下桌面 然后对我竖起大拇指 猪哥姐姐 你配合的好牛啊 这几分钟我涨了三十多万粉 不愧是直播一节 弹幕 什么意思 俩主播玩我呢 靠 不是说猪哥从不炒作吗 有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吗 脱粉了 对呀 好恶心 我爸是开炸鸡店的 你们这样搞难道就没想过 会影响别人生意吗 太贱了 这些网红真是没底线 众人哗然 弹幕上瞬间骂声一片 我皱着眉头 不解的看向镜头 什么意思 我不认识你 不会跟你打配合 而且我刚倒也没开玩笑 那确实是一块假装软骨 猪哥怂怂间 嬉皮笑脸的从旁边地上 捡起一个外卖袋子 放在桌上 从里面掏出一把厨房的客树电子秤 慕容姐姐 我这是夸你呢 你眼睛针尖 比学医的还厉害 我总算没找错人 那你再仔细瞧瞧 我这块骨头 真的是人骨波 没等我说话 他自己又迫不及待地 把骨头放在电子秤上 秤给我们看 我这是假的 石膏做的啦 但目前那么多医学生 总该知道 石膏的密度 才人体骨头的一半吧 你看我这软骨 猜 咦 这秤怎么坏了 猪哥重新调整 电子秤的电池 观看直播的观众反应过来 纷纷对我们俩破口大骂 都说我们是一伙的 靠这些东西炒作吸引人气 没下线 要求平台对我们封号 我盯着那块骨头 越看越觉得诡异 这不可能是石膏 你看见骨头上 那几个暗色的点了吗 那是明显的骨架 人的皮肤受伤以后 会流血结痂 骨头受伤也是这样 在骨折之后 骨细胞增生 会在骨折处 形成环状骨架 猴卵骨这样特殊的位置 要想造成骨折 必然是颈部被重力脚压 也就是说 死者生前 差点被掐死过 人死后骨细胞也不会再生长 我用力一拍桌子 有人囚禁虐待 还杀人烹石 姓猪的 你最好老是坦白 猪哥吓得一哆嗦 委委屈屈道 我不姓猪啊 你咋那么凶 审讯我呀 都跟你说了 这是石膏做的 开玩笑的 就在这时 电子秤的屏幕闪了极闪 猪哥忙把那块骨头放到秤上 看见没有 这啊 这啥呀 只见蓝色的屏幕上 出现了一长排的数字6 盯着那串6666.66 所有人都傻眼 弹幕 啊 这啥呀 这小骨头片有6666克 13斤呢 我家卖机架的 普通的一整个机架 也就七八十克 不是说石膏比骨头还轻吗 这什么石膏能有这么重 别是称坏了吧 先别管称的是了 这重量 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反正不可能是人骨 这两个主播还在整活 你们没发现吗 恶心 猪哥不甘心 把那块骨头拿下来 又放其他东西上去 称都是正常的 可就是那块骨头 无论怎么放 都是6666克 哪怕猪哥加了一个手指 按上去 称也是显示 6666克 盯着那串数字 我脑子里电光石火间 闪过一个念头 我倒吸一口冷气 勤急地往前一探 脸对上镜头 哦好 这是鬼称谷 他还会回来的 姓猪的 你立刻锁好房门 不管谁叫都不能开 看得出来猪哥胆子不大 我这一吼 又把他吓了一个哆嗦 谁回来 我朋友吗 就做石膏这个 你咋知道他住这啊 我说实话 他真是送外卖的 不过他今晚有活 天亮才回来呢 话音刚落 咚咚咚 一阵沉闷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猪哥吓一跳 咦真回来了 咚咚咚 敲门声还在继续 一声接一声 极有耐心 猪哥站起来 准备走过去开门 可刚到门口 又折回来了 慕容月 好像是你那边的声音啊 我扭头看向房门 你好 你的炸鸡到了 可我明明没有点过外卖 今天是周末 寝室里另外两个本地学生都回家了 只剩我和灵图的赵明芳 我坐在书桌前直播 赵明芳早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打雷都打不醒 外卖肯定也不是他点的 但目前的人七嘴八舌的催促 主播怎么不开门啊 外面一直敲门 好吵 对啊 有没有功德心啊 半夜三更 你自己不睡 别人也要睡啊 主播胆真大 这还能吃得下炸鸡 刚才说的鬼称谷又是什么东西 被弹幕一催 猪哥也反应过来 是啊 慕容月 鬼称谷是什么意思 你能能说明白点 我没再看屏幕 而是死死的盯着房间门 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份炸鸡 是猪哥的朋友送的 可转念一想 又感觉很荒诞 直播连线是随机的 猪哥的IP地址又在另一个城市 哪怕他朋友再厉害 也不可能几分钟的时间 顺着网线找到我这里 对门寝室的几个女生 都是夜猫子 经常在半夜点夜宵 这份炸鸡 十有八九就是他们点的 送外卖的敲错了门 可现在快到半夜十二点了 突然出现这种巧合 就好像你刚看完真子 家里的电视机 忽然开始闪烁黑白雪花 本能的会让人头皮发麻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 宿舍楼的木门隔音质量一般 对方这么敲 其他寝室肯定也听见了 会去开门的 敲门声越来越急 越来越响 你好 你的炸鸡 躺在上铺的赵明芳 不耐烦地翻了个身 伸手捂住耳朵 小月 快去开门 吵死了 先别说话 我忽然想起来 男生进不了女生宿舍 外面的人有问题 正常来说 校外的外卖 都有固定的放置点 需要自己下楼去拿 但是学校附近 有一些夜宵店 招了学生当兼职 又跟宿管阿姨打好招呼 晚上是可以送进寝室里的 只不过 必须是女生送女生寝室 男生送男生寝室 现在外面这个敲门的 明显是男人 赵明芳反应过来 瞪大眼睛 瞌睡虫瞬间跑了个一干二净 他裹紧被子 把头缩了回去 是小偷吗 要不要打电话给保安科呀 好可怕 你好 你们的炸鸡到了 外面的人提高音量 声线转音柔 听起来 竟然像是个女生 赵明芳 咦 是女生 刚刚听错了 小月 快去开门吧 我摇头 情不自禁的压低嗓音 我没点外卖 不是我们寝室的 赵明芳 可他一直敲门 吵到别人也不好啊 去跟他说一声 这人也是傻 半夜三更一直敲敲敲 不知道打了电话吗 说完掀开被子 朝外一声大吼 别敲了 我们寝室没点外卖 敲门声瞬间安静下来 好一会 传来一句弱弱的不好意思啊 然后就再也没了声响 看来果然是个误会 我松口气 重新走回书桌前坐下 朱哥正翻来覆去 研究那把电子秤 见我回来 忙坐直身体 慕容月 你话怎么说一半呢 到底什么是鬼称鼓 我示意他看那把电子秤 你知道为什么电子秤 显示一连串数字六吗 道教理 一 三 五为阳 二 四为阴 二加四便是极阴之数 有一种邪术 选八字全音的人 把他折磨后杀死 再把骨头泡在石油里 七七四十九天 然后想办法让人啃咬 沾染生气 这样炼制出来的骨头 就叫鬼骨 那个被折磨致死的人 八字纯音 又怨气冲天 所以拿他的任何一片 骨头称重 都是极阴之数 又叫鬼称鼓 朱哥听了 不自在地向后养了下身体 离那块骨头远一点 所以这是块鬼骨 鬼骨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我摇头 盯着朱哥的脸 你咬了那块骨头 你的喉骨 才是真正的鬼骨 他一定会回来 声抱你的喉咙 你赶紧想帮他跑路吧 啊 朱哥惊恐地捂住脖子 脸色惨白 姐 你可别吓唬我了 我求你 我真没吓唬你 这种邪修手段非常残忍 要是你 咚 咚 咚 敲门声忽然又响了起来 还是刚才那个外卖员 你好 请问周琳是你们寝室的吗 这次 他的嗓音特别清晰 简直像落在耳边似的 我给他打电话了 这份外卖是他点的 他说他就在路上 马上就到 与此同时 手机震动 我收到了室友周琳发来的微信 小月 帮我拿下炸鸡 你不是回家了吗 哎 别提了 我爹妈那两个老灯 自己跑出去旅游也不告诉我 我看完电影回家才发现 进不去家门 真的服了 地铁都停运了 我打车过来的 你知道打车费有多贵吗 周琳落里巴缩吐槽了一堆 我笑着摇摇头 摘下耳机 准备起身开门 画面中 朱哥却脸色俱变 面目猙獰 疯狂地朝我挥手 不知道他突然发什么疯 我随意扫了一眼屏幕 弹幕 卧槽 慕容月 不要开门 朱哥说你门外的是他朋友 妈呀 是那个变态吗 四集 本来就很可怕的事情 变得更可怕了 我一愣 重新戴上耳机 朱哥的嗓音 已经惊恐到变形 慕容月 你别开门 门口真是我朋友 他叫王翔 他嗓音就是这么不男不女的 朱哥能点头 对 我在海南 文昌 我朋友远上十点出的门 弹幕不可能啊 慕容月是燕京的 文昌去海口坐飞机 光飞机上就快四个小时了 在家后继时间 路上打车时间 没半天到不了 就是 十点到现在才两个小时 他天上直接飞过来的呀 朱哥急了 慕容月 我真没骗你 王翔是这江人 说话不爱翘舌音 他刚才念周琳 就念的奏琳 特别明显 手机摆在桌上 不停的震动 周琳连发了好几个微信催促 炸鸡拿了吗 小月 拿到就赶紧把我把盒子打开 泼泼气会脆一点 不然门吵了那个皮就不好吃了 外卖员在执着地敲门 你们快点 我还赶着下一单呢 朱哥在另一面尖叫 是他是他就是他 慕容月 绝对不能开门啊 赵明芳又在床上催促 吵死了 小月 去开门啊 四面八方的声音汇集在一起 弹幕上的字体疯狂滚动 我几乎没法思考了 寝室的阳台门开了一条缝 冰凉的冷风从缝里钻进来 把窗帘吹起一个鼓包 我用力晃晃脑袋 深吸一口气 朱哥 你说门口的就是王翔对吧 那你现在给他打的电话 朱哥愣住 弹幕 过槽还是主播脑子好使 不愧是名校大学生 对啊 不是说门口的是你朋友吗 外卖人电话不会设置静音的 你打那边就会响 你打呀 怎么不打啊 你是不是在故意吓唬慕容月啊 朱哥忙一拍脑袋 然后低头摸索一番 从兜里掏出另一部手机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现在就打 他把手机对准镜头 打开通讯录 拨通电话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门口铃声忽然乍响 在寂静的夜色中 病人头皮发麻 外卖员压着嗓音接电话 喂 马上回来 嗯 这人不知道什么毛病 不肯开门 挂门上 不行啊 上次放门口 被其他寝室的人偷拿了 老板扣了我的钱 六十多块了那单 弹幕炸了 卧槽卧槽 电话真的响了 就是他 不是 我怎么感觉是个巧合呀 万万元被催淡也很正常吧 对呀 我也感觉是巧合 哪有那么巧 一秒都不相差呀 慕容月 你信朱哥的 别开门 朱哥蒙点头 双手合十 一脸诚恳的看着我 对 真的是他 你千万别开门 我很纠结 坦白说 王湘能这么短的时间 从文昌到燕京 还能准确找到我的寝室号 我是不信的 可退一步讲 如果门口真的是他 开了门 我能承担得起后果吗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 考古专业大学生 因为爷爷盗墓 才勉强接触到一部分 常人没有接触过的玄学知识 不会武功 也不会法术 根本搞不赢啊 我面色纠结的坐着不动 外卖员还在敲门 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开个门 有那么难吗